HELLO 大家好 我是齊昭 今天是齊昭先生的第64集 如果你有看過上禮拜63集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那時候的時間正在宿物 沒錯 我現在也在宿物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宿物 在菲律賓的健身房看起來是如何 那我之所以可以去健身房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宿物讀了語言學校 它叫Mini Rice 那它有提供健身房的匯集 這家健身房在台灣也有 它是連鎖的 它叫Anytime Fitness 我等一下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那邊健身房的環境 健身房 健身房的環境怎麼樣 然後我現在吃我的虛擬前餐 因為菲律賓的食物其實吃不太順口 因為它比較淺一點 比較油一點 比較甜一點 所以我就吃了吐司 然後吃了高蛋白 然後大概吃完過30分鐘之後 我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到底菲律賓的健身房長得什麼樣吧 Let's go BOOM 咖啡 咖啡 Xode 就知道 最新的商量是一般。 每天都要消费到一半的地方。 最新的商量很高, 最新的商量很高。 最新的商量很高。 你最近要花光费用一些。 最新商量, 最新的商量, 每天都要花了一天。 很多商量。 我都要花了一天。 一是睡眠,另一會是靈體 包括練習、吃飯、甚至活動 如果你們有練習的話,那是不錯的 但如果你們沒有,那是不錯的 體積平就是在管理你的資金 你必須測試 喔對了! 如果你們對於這間MI-RISE的語言學校有興趣的話 我會稍微放一點這家語言學校的環境給你們看一下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上網稍微搜尋一下 然後如果你有更多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私訊我,或者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就去吃我的麵包 吃完再去運動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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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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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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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